您收听的是中广新闻网 我是主播张庆林 清晨六点钟我们十分钟早报 赶快来看看今天台湾各日报的一些重点标题 今天有关于戴资营昨天在亚运的羽球项目摘金的这个消息呢 苹果日报头版头条 联合报的头版自由时报头版都看到这个消息 另外在联合报跟中国时报头版当中还看到 我们在泰国的这边签证方面涨价了 那么张景森的一个谈话 今天联合跟中时呢都在头版当中会看到 好我们先从亚运戴资营的消息看起 评论日报的标题提到了戴资营制霸 这是台湾参赛56年来的在亚运的羽球项目当中的手金 昨天戴资营是完全制霸 毫无悬念的击败了印度一姐 也为台湾夺下了亚运参赛56年来的羽球手金 连同周天成打下了男子单打史上的第一面银牌 昨天我们在亚运当中总共获得了一金 二银三铜 目前累计是13金 14银20铜 在45个参赛国当中 金牌数是排名第六的 好那么在资营赛前 他曾经有一个跟其他三位的选手 共同在拍照的自拍照片 现在也被大家拿出来说是神预测 因为戴资营在亚运出发之前 IG的po文 里面的这四个人除了自己之外 还有举重女神 郭信纯 体操 安马王子 李志凯 另外就是空手道 小青星 文兹云 他们的合照 现在这四人的合照 最后在亚运当中 他们在昨天戴资营 拼上最后一片拼图之后 这四个人其实这次都是摘金的 所以这张照片 今天在这苹果日报的头版当中 也说真的是太厉害了 神预测 好那么戴资营在昨天 丰厚 他这个摘金之后 他其实也是霸气的回应 中国媒体的一个提问 自由时报 今天在那一页就说 因为在之前戴资营登上了世界球后 但是始终有人说 没有拿到大赛冠军来证明自己 所以昨天拿这个问题来问 小代 那么他的回答是说 我没有什么需要自己证明的比赛 就是这个样子 他的霸气回应 竟在自由时报那页报道 好今天在这个体育场上方面呢 当然对于亚运相关消息 报纸都有蛮多篇幅的 请问在苹果日报呢 谈到说我们在棒球方面 但今天是休兵一天呢 现在我们预赛三战全胜 我们已经获得了分组第一而晋级 明天晚上七点半钟呢 中华队在循环赛 首战要对上的是中国队友 那么在苹果日报就谈到 总教练的一个说法 说对这场比赛 我们一定要拿下胜利 因为不但是关乎胜败 还有其他的因素 面子之争之外 还要为这中国 平平在外交上面 像是我们申办 东亚青年运动会 平平被中国打压的台湾 要提振士气 所以明天对中国 在棒球的这场比赛呢 总教练已经放话了 说非赢不可 好我们今天就在亚运的新闻方面呢 如果有关心的朋友 您还可以参考今天报纸的一些其他报道 来看看其他的新闻焦点 今天在联合报头版头条有张景森 对于泰国的签证变贵的这个消息的一个看法 标题叫做说 其实我们给泰国免签政策赚进了百亿元 怎么算是丧权入国呢 忠实的标题也谈到张景森说 泰迁涨价其实是对台湾有利的 好我们其实在今年八月份才延长泰国的免签优惠 不过泰国签证从十月份开始呢 外包给私人的签证中心 所以每个人要加收现代币四百七十块钱的手续费 外交部昨天表示说 争取签证互惠待遇原则不变呢 等到九月份泰方实施办法公布之后 我们会进一步来协调的 另外呢这张景森讲到说 泰国签证加收着额外的手续费哦 还有跟我们台湾给泰国这个免签 是两不相干的事情 因为有人说我们给他们免签 就他们还涨我们的这签证手续费哦 张景森就讲说 这个是不一样的事情 不能够把它混为一谈 这也不叫做打脸新南向政策 有人说给予泰国片面免签是丧权入国 张景森就说 我不知道你看我们给他们免签 每个月每年对国家来说是多赚了一百亿元 这算是什么丧权入国呢 好那现在为什么泰国还涨我们的签证费用 倒是张景森自己就说我也不了解啊 实在不能够有什么特别的意见 张景森的说法今天在联合报的头版头条 还有在内页Air版面的报道 那么中文时报的头版二题是说 泰国涨价啊签证的涨价张景森说呢 其实呢是证明对泰国的观光不利 反观泰国来台湾的观光客会增加 对台湾来说呢是有利的 好翻到在联合报的内页说 新南向到底是怎么开拓的呢 其实我们政府在泰国掌我们签证份 没有立刻抗议啊 这也让大家觉得说有点看不太懂 旅游业者则表示说 泰国真的很赶呢 旅行业是呛抵制到泰国旅游 而要求外交部应该要介入协调才对 今天在联合报有比较大篇幅的报道 好中时报今天在头版当中啊 提到的是我们的副总统 因为这陈建仁在南部地区 下大雨淹大水的时候呢 他跑到金门去旅游 昨天其实有监视器画面拍到说 他戴着帽子戴着口罩低调 在这边金门旅游的一些画面 甚至说有大陆观光客认出 是陈建仁要求合照啊 七嘴八舌的一些讨论 后来都被随护给阻挡了 在这陈建仁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当然观感不是很好 中时报做到头版的头条 在内液当中呢 也继续的这个追追追啊 那么其中包括一些民众 谈到说 你看我们南台湾在下雨 你还跑到金门去逍遥 并且说还戴口罩 有人说 是不是因为金门有什么样传染病吗 怎么会这么做呢 不过也有人觉得说 这是正常休假 是人之常情 好中时报 今天在内液A2版面说 是民进党假告告 假郎告告 因为铁票选民是爱不得郎 其实呢 在之前呢 薛湘川也曾经 为灾前的这个聚餐遭骂翻 陈建仁现在还在凹吗 还有就是蓝颖立委就轰说 这是荒唐又冷血的民进党政府 今天在中时报 内液A2版面的一个报道 好 跟淹水有关的消息 今天在报纸内液当中 还是有蛮大篇幅的 其中在苹果日报说 这个连夜暴雨 暴涨的这个水的关系 防洪标准十年 但难题百年大雨 在高平地区昨天有100多处 161处是淹水的 所以把三都包括台北市 台南市跟高雄市的防洪标准 做了一个比较 今天在苹果日报内液的报道 好 今天在联合报的内液谈到说 4300亿的预水 预算来制水 制到淹大水 大家也看不懂 那么审计不表示说 六大制水计划 其实实现率不到八成 另外像是一些制洪池 淹水的前世图 排水都失灵了吗 防洪防不了 水力署报告最寂静就要出炉了 而高雄在昨天的清晨 才临时宣布要停班停课 很多民众都已经出门了 马翻了 怎么要出门了 才说要停班停课了吗 那么另外呢 停了吗 这雨其实在云加以南 尤其是高平一带 台南还有台东呢 今天都还是要留意 有好大雨 还有在灾情方面呢 今天在联合报谈到说 新元的西瓜已经飘了 而在空心菜方面 苹果日报说 一把要六十块钱 很多民众说 这菜价涨得非常有感 宁可一个星期来不吃菜 在之前泡水的嘉义 这边泡水已经六天了 苹果说灾民冒 抱怨说哪来钱重建呢 还有现在灾区的水源 恐怕会遭到污染 所以就有建议说 是不是来喝包装水呢 周时报今天那夜说 就在长潭村嘉义这边 泡水泡了六天了 很多的民众呢 真的是非常的不开心 那么在高雄跟台南的 烂摊子难以收拾 代理市长治水乱 责任推给老天爷妈 另外呢 屏东这边是不是因为 躺着选都行屏东县长的决策 荒腔走板 汪报今天头版头条 谈到的是 这个美国推台湾当炮灰 说唆使军机 寻陆沿海模拟攻击辽宁舰 最后时报今天头版头条说 检视政治现金资料 中国打压捐款绿营的台商 那么这些台商说 他们现在还被要求说 要发表声明说 要坚定的支持九二共识 就像之前的85度C一样 所以台商说呢 现在希望能够有些解决之道 最后时报今天在头版当中说 全台持续下限的面积 在去年就增加了288平方公里 另外国外有一份研究说 空污骇人变笨 自由时报今天在内夜 还有苹果日报今天内夜有报道 尤其是对于年纪较大的男性 影响比较大 工商跟经济日报间 头版头条都是革新 退出了7奈米台积电的大获全胜 经济日报的标题叫做 台积电是独霸7奈米 在革新退出之后 另外就是电子族群 重回到台股的一个主流股 还有美墨贸易达到共识之后呢 全球股市较好 暴雨炸南台湾 今天共产时报说 农损超过了6亿元 好这就是今天的六点钟新闻的 十分钟早报新闻 我是张庆林 谢谢您收听 谢谢您